在晚清政坛群魔乱舞的年代里,大太监李莲英的得宠,堪称是庄奇迹。李莲英,出身河北廊坊的农村家庭,原名李莲太,九岁时谨因算命先生说他是上课父母,下不着兄弟姐妹的铁嫂种命,就被家里一咬牙,净身送进宫里,做了一妃楚秀宫里的一个小太监。 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,随着一妃变成慈禧,被慈禧改名为李莲英的他也扶摇直上,在大清政坛上呼风唤雨,晚清政坛上的各位中陶王爷都府,几乎都抢着抱他的粗腿,论权势微风,可谓炙手可热。 这奇迹有多奇? 要知道,这可是在严防太监甘政的清朝。 太监们交接外官致买田产暗香交接把持官府等行为,放在整个清代都是高压线。 虽然晚清年间太监势力抬头,可同样曾深受慈禧宠爱的李莲英的老前辈安德海,除了烫功就踩了高压线,照样被合理合法杀了头。 换到李莲英这边,深宫浮沉55年,他不但把慈禧伺候的服服贴贴,更游走于各大势力之间捞够好处,着实人惊一眉。 而且更要知道,李莲英的主子慈禧太后,不但是晚清的最高统治者,更是整个清代最难伺候的主子。 此人性格极为乖章,日常处理政务时,就喜欢引经据点试探大臣,群臣稍有差错,很可能就要倒血眉。 所以,哪怕清亲王等众臣,都常在慈禧面前吓得结结巴巴。 日常生活里的慈禧,更是喜怒无常。 赵李莲英的徒弟晓德章的话说,那真是有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发脾气,不打人一天也过不下去,想想就知道多恐怖。 可就是这么个极品主子,脾气却被李莲英拿捏得死死的,几乎是五十年如一日,对李莲英恩宠有加,以始料形容说垂舞十载,恩眷扶涕。 更牛的是,身处冉刚一样的晚清官场,李莲英不但在慈禧当权时风光无比,甚至慈禧死后依然能全身而退,回到豪宅里享受晚眠。 既能伺候好自己的主子,还能游走在各方敏感势力之间,顺利摆平各种关系的同时捞够好处,最终更能从风口浪尖上全身而退。 一生如此职场神操作的李莲英,自然也引来了后世历史票友们的各种热议猜测,有些也使甚至编排出了李莲英与慈禧间的八卦关系,某位香港老戏古丹刚的轻功戏力,更把呼风唤雨的李莲英,塑造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悲剧英雄形象,较多少追剧粉丝连忽想不到。 其实,李莲英的职场成功人生,既不是来自和慈禧的八卦,当然也不是什么忧国忧民,半个世纪的荣宠,具体说来,应该来自下面的几条原因。 第一个原因,就是李莲英强大的执行力。 虽然说到太监得宠,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逢应胎马,但哪怕是逢应胎马,没有强大的执行力也办不到。 李莲英的执行力有多强? 可以看他练书头这事儿,以奴才小传记载,早年的慈禧常未找不到书头太监发火,十来岁的李莲英为了妖宠,竟跑遍了京城大小妓院,跟着各位头牌学到了上好书头记忆,果然讨得慈禧欢心,从此成了慈禧的书头太监,赚得人生第一桶金。 而在决定慈禧政治生命的新有政变里,才十三岁的李莲英,已展示出了强大的行动力。 咸丰皇帝临终前,他就常混迹暗处,多次偷听咸丰帝与大臣的谈话,为慈禧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。 昔有政变的关键时刻,在双方剑拔弩张时,又是李莲英主动跑腿,帮慈禧联络上了荣路,为慈禧夺权立下大功。 甚至,在日常投慈禧所好方面,李莲英的行动力也很强,慈禧酷爱字画,可早年的李莲英,是个只读过一年书的半文盲。 最初伺候慈禧写字时,他只能在旁边研磨加感慨。 但从此以后,李莲英也下功夫苦练,终于练出了慈禧喜欢的受精体风格。 后来,慈禧喜欢上听戏,李莲英又带头埋头苦练,唱小声成立一绝,还多次在慈禧眼前卖力表演。 这一场场风光,背后全是苦练。 带到李莲英扶摇直上,成为慈禧最信任的总管太监后,他强大的调度才能,也让慈禧非常满意。 宫里各种大型仪式庆典,几乎全由他主持操办,每次都办得井井有条。 其稳固的权位,就来自这强大执行力的真本事。 而比起这真本事来,李莲英另一个必须说的本事,就是他的阴狠。 作为一位执掌大清最高权力近半世纪的女强人,慈禧仇人不少,麻烦不少,每次解决麻烦,都必须有人做脏手套,李莲英自然成了不二人选。 慈禧掌权时期的所有敏感大事,从他与几位王爷的权斗,到与光绪帝的恩恩怨怨,几乎都有李莲英的影子,比如监视光绪、谋害真妃等大事,都是李莲英经办的。 比如与真妃的恩怨,就生动体现了李莲英的手拉。 甲午战争期间,李莲英查到了真妃哥哥勾结奏是房太监卖官的事。 他先是隐匿不报,等着前方败迹传来,慈禧焦头烂额,再特意捅给慈禧。 这下可叫一向厌恶真妃的慈禧,找到了撒气的由头,一怒就把真妃幽禁,还专门立了个禁牌,写明这桩丑事的来龙去脉。 一向得光绪帝宠爱的真妃,被李莲英的黑枪轻轻一打,落得颜面扫地。 值得一提的是,打了黑枪的李莲英,还格外会装。 给慈禧打过小报告后,面对苦苦告扰的真妃,李莲英却还假惺惺求情,让真妃免了一顿仗责。 后来庚子国难来临,跑路前的慈禧下令处死真妃。 可怜这时的真妃,还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李莲英身上,被小太监托出去投警时,还一口一口李安达地叫着,死到临头了,都还拿他当好人。 甚至,就连割地赔款卖国求荣这类破事,有时慈禧不方便出面,就由李莲英出来扛眉。 甲午战争惨败后,沙俄趁火打劫,朝着清政府狮子大开口,慈禧就让李莲英出面接洽沙俄使者,双方以白云冠作联络点,进行了多次密谈。 史称合意出自皇太后,派见李莲英左右十之。 出卖大量中国主权利益的中俄密约,就是李莲英出头谈出来的。 这样一个扮脏事不含糊,又能扮得叫主子放心的人物,自然是慈禧以重的对象。 而更重要一条,却是李莲英的高情商。 李莲英这辈子,风光时刻不少,脏事恶事不少办,但奇特的是,恨他的人还真不多,哪怕晚清政要的回忆录里,都对李莲英赞不绝口, 没一人说他坏话。 他吸取了老领导安德海跋扈作死的教训,李莲英不管对上还是对下,都十分注意笼络人心。 一位晚清宫女就形容李莲英是佛剑喜离,也就是看着黑黑的,吃起来却香甜可口。 清宫中下级太监宫女们眼中的李莲英,就是这么一个可亲的长者。 有了这样的好人员,在水很深的晚清深宫里,李莲英自然也吃得开。 对待各色政要人物,李莲英更是把看人下菜碟的学问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,去北洋阅兵时,作为钦差的李莲英毫无架子,乖乖跟在纯青王的身边,俨然一枚小跟班,跟李鸿章也刻意保持距离。 甚至晚上纯青王睡前洗脚,也是李莲英主动服侍。 这可把原先戒心满满的纯青王感动到了眼泪哗哗的,慈禧知道后先生赶长了脸,喜滋滋地说我没白疼他。 能在这么个敏感大势里,身处风口浪尖,却正确摆明身份,让所有人都满意,这就是李莲英的高情商。 甚至在真非投井,慈禧一行人吸收时,李莲英也没忘了另一个仇人光绪帝。 吸收这一路上,眼看光绪帝动得哆哆嗦嗦,李莲英赶快为光绪帝找来被褥,服侍着光绪帝睡个好觉。 返回京城后继续遭囚禁的光绪帝,却唯独对李莲英感激不已,常常念叨没有李安达,我活不到今日,甚至临终前还嘱托龙玉太后善待李莲英。 而龙玉这条路,李莲英也早早铺好,果然在慈禧去世后顺利退休,安然在豪宅里养老。 如此一幕,可以说是晚清职场的典范,可典范的背后,又是一个拼命收受贿赂,完命捞钱的李莲英,以李莲英家车夫的话说,在李府二十年,别的活没干过,就是天天拉银子。 可亲王朝的根基,却被这大大小小的李莲英,最终彻底挖他。 以这个意义说,李莲英这位职场模范,不过是烂透的晚清政坛,生出的一个怪胎。 1911年正月,自知病入膏肓的李莲英,把几个晚辈叫来交代后世,一开口就嚎啕大哭,不止哭自己的身子骨,更哭大清的前途。 他反复叮嘱晚辈们要学会自保,因为一旦革命党发起暴动,刚记就会迅速稳乱。 几个月后的辛亥革命,恰恰印证了李莲英生前的判断,他自己也清楚,大清的官都跟他这样,大清朝是没几天活头了。